高桂林一名男子在日前的暴雨中被河水沖走 當局繼續搜尋他的下落 唐宇喬報道 距離高桂林市中心約3公里的一段高桂林河 相信在59歲男子Robert Belding的墮河地點 高桂林王家劇竟表示 他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下午5時左右 最後一次被人見到 在鄰近的Pipe Line Road駕Gallet Avenue一帶出現後 就不知去向 而高桂林搜救隊發現人透露 Robert Belding當時正試圖拯救一隻狗 避免他墮河 至於那隻狗其後自行游回岸上後 被附近居民發現 搜救隊又表示 昨天出動船隻在高桂林與飛沙河口的交匯處搜尋 今日到星期五會繼續在岸邊一帶搜殺 估計他可能被浮沫或其他水中雜物困住 《新時代電視》唐宇喬報道